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22号星期四啊 是咱们传统的节日端午节 所以呢 首先祝我们各位朋友们啊 端午节快乐 大家看到这个粽子啊 这是我们家老太太亲手包的 所以啊 我吃这个粽子 我不用放糖 为什么呢 80多岁的人啊 80多岁的老妈妈亲手给你包粽子 这本身这甜味就特别的足 所以就不用额外再加糖了 说实话啊 能吃到这个80多岁的人给包的粽子 我自己内心啊 非常的感动 那么咱们今天这话题啊 接着昨天啊 没有完全讲完的 就是杨翠玺啊 这个天生油雾啊 搅动了大清朝的这个政坛 以至于沉渣泛起 当时的御史 赵启林啊 是著名的三菱公司的 负责人之一 什么叫三菱公司啊 就是说 这个搞政治啊 他最讲究的就是一个制衡 就是一定要平衡 一旦失衡 那就要出大事 不论是人治社会 还是这法治社会 政治制衡 是最重要的话题 你不是有一个庆济父子公司吗 专门是捞钱 专门是卖国 那么他也有一个清正连结 以爱国著称的三菱公司 就是有这么三位啊 这个副部级干部 或者叫司局级干部 赵启林 赵炳林 啊 这么三个人 啊 这三个人呢 是专门针对 庆亲王父子 专门针对袁世凯 开炮的 所以这一次啊 借着段之贵 用这个 女演员 杨翠玺 向庆亲王父子行贿 这件事情 抓住不放 这样一搞的话呢 这个事情就变大了 慈禧太后接到这个 御史赵启林的谈劾的咒章 一看就来脾气了 段之贵啊 你不过是天津市警察局的一个局长 一跃而升为黑龙江巡抚 开国以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而且我居然不知道 所以老太太发脾气了 所以老太太发脾气了 马上派 纯亲王 宰风 大学士 孙家奈 查办此事 这孙家奈 是光绪皇帝的老师 跟翁同和是一个级别的 老头子 这个时候已经81岁了 就是说 查办 庆王父子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1907年5月份 从5月7号开始 而到了5月15号这天晚上 孙家奈老爷子 实在是耐不住了 他跟这个年轻的纯亲王 也是未来的大清朝最后一代摄政王 说了一点掏心窝子的话 这位孙文正公 为什么敢这么说话呢 因为他已经来日无多了 就是孙家奈老爷子 说这掏心窝子的话的时候 距离他去世 只有两年半的时间了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 人知将死 欺言也善 老爷子也知道 这个时候再不说 将来恐怕也没机会说了 他就跟这纯王爷宰风 就讲了这么三段话 第一 这一次 庆王爷这么一个傀儡 利用他儿子这件事情 就算把他拱倒了 但是他是百足之虫啊 虽死不僵 人虽然倒了 可是家搬不走 还在北京城 而且王爷你别忘了 庆亲王有一个女儿 人称四格格 天天陪老太后打麻将 那是核心圈里的人啊 只要他在老太太身边一天 庆王爷的宠信 就不会完全丢失 这是一条 还有一条 袁世凯 知道吗 袁世凯是什么人啊 他是庆王身后的主心骨 这两个人狼狈为奸 你能搞掉 庆王父子 你能搞掉袁世凯吗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 人家掌握了军队 北洋新建陆军都在袁世凯的门生顾立手中 北洋军都是袁世凯 几乎都是袁世凯 亲手提拔起来的 北洋陆军里边有一句口号 我们跟着大清朝干 我们吃着袁公宝的饭 什么意思 大清朝就是袁公宝 袁公宝就是大清朝啊 这个已经渗透到骨子里了 军队在人家手里 司法在人家手里 督察院刑部大理寺 都是庆王爷和袁世凯等人的亲信啊 那教育啊 虽然我是京师大学堂的总办 可是不论是宗室的教育 还是民间的教育 是官方的教育 这几个主要的学堂啊 都是人家袁世凯 一手操办的 教育是干嘛 就是洗脑的嘛 然后还有什么 舆论呢 顺天时报 大公报 都在袁世凯和庆亲王手中啊 没有咱们说话的余地啊 最狠的一个科技 那个时候没有科技这个词啊 但是老爷子说的也是科技 接下来啊 我就给大家讲讲 上个世纪初 这科学技术发达以后 你看他是助善 凤行 还是助恶 尤其是在这关键时刻 这高科技主要就是助恶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科学技术发达了 对咱们老百姓有多么大的好处 甚至是天大的好处 这个咱们跟人家念的不是一本经 啊 人家为什么要发明高科技啊 你以为是为了造福我们这些 韭菜 蚂蚁吗 怎么可能啊 对吧 从大清朝末年 这篇就已经开始了 孙家奈说第二条 第三条 啊 孙家奈说 您是谁啊 王爷您是谁 您是当今皇上的亲弟弟啊 您的一举一动 牵连的都是皇上啊 太后跟皇上之间早就已经是陌路人了 太后这次派您来查办庆王 来查办袁世凯这个事 既是用您 也是在观察您 看您这屁股往哪个方面坐 所以庆亲王父子表面上是傀儡 他实际上已经成为这个深层政府的 主要代表人物了 老太太是这个深层政府的头面 一把手 知道吗 你动他们 那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搞不好你自己玩了不说 把皇上也给牵进去了 咱们大清朝最后一点希望就彻底的没有了 这纯亲王这个人特别糊涂啊 连他儿子溥仪都说啊 还有他儿子溥杰也说 他说他阿玛这个人迷迷糊糊的一天 但是孙家奈的这三段话 把他给点醒了 知道了 不能再查下去了 查不下去了 啊 行啊 就此罢手吧 这话音未落 这舆论就起来了 跟这孙家那老头子说的是一模一样 顺天时报啊 就是后来给袁世凯吹捧登基的那个报纸啊 当然是袁世凯的儿子 是袁克定伪造的啊 这顺天时报上公开就讲了 说这个杨翠喜啊 不是什么送给这个啊 振备子的玩物 不是的 他是这个天津的一个商人 人家家里买的丫鬟 有证据啊 把这个买卖的证据合同都发在这个顺天时报上 而且接下来啊 又有一位天津啊 商会的这个头面人物 这老王出来辟谣了 他说这个御史赵启琳啊 说我行贿给庆亲王 错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我现在经营不善啊 我我这个买卖都快开不下去了 我怎么能拿出十万两银子啊 给王爷呢 我要有十万两银子 我这买卖不至于干到今天这一步 这舆论当时马上就倒 倒向这个庆亲王和这个袁世凯这边了 当时双方的较量主要就是体现在爱国和卖国这上面啊 庆亲王父子 包括这袁世凯 他们是卖国的这一方 就是说大清朝怎么样 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盘根错节 始终掌握政权 至于他是叫大清朝也好 还是叫中华民国也好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 没所谓 而这个以瞿鸿基 陈春宣 包括这位孙家奈 以及谈和的这个赵启琳这些人 包括那大财主 盛宣怀 他们对这大清朝还真的是真爱啊 因为他们知道皮质不纯 毛江艳妇 没有了大清朝 他们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你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这个爱国和卖国啊 对我们来讲没所谓 因为他都已经变成历史了 大清朝灭了啊 才有了民国 后来才有了马克思主义 对吧 所以大清朝要不灭 后边不也是进行不下去吗 可是当年的背景就是如此 然而这些爱国的这些人 爱着大清真爱大清朝的这些人 瞿鸿基啊 陈春宣呢 孙家奈啊 林少年呢 赵启琳呢 这些人他没钱 真的没钱 也没打算捞钱 而且既不掌握军队 也不掌握司法 更不掌握舆论教育和科技 几乎就是在一腔热忱 和赤手空拳当中 跟人家奋起搏斗 你想想 这是一个量级的吗 就算是你抓住了 人家儿子的把柄 又能怎么样呢 孙家奈老爷子 还留了一句话 他跟这纯亲王宰丰 盘了盘 这庆亲王的历史 你别看这宰丰 也是天皇贵 咒 但是他们爱新觉罗家里边的有些事 他还真不如这位皇帝的老师庆祝 孙家奈学问大 那是研究历史出身的 所以他就讲了 他说这庆亲王府 那是祖传的绝迹 一个是好色 一个是贪污 这从他们这个老祖宗的时候 人家就是拿着绝活来的 第一代庆亲王 是清仁宗嘉庆皇帝的亲弟弟 什么叫亲弟弟 一个妈生的 永林 这永林有一句名言 说这当皇帝的好运气 哪怕就像雨点子一样 他也落不到我永林的身上 将来我什么都不求 我就求各位大哥放我一马 你们谁当了皇上 我都给谁磕头 我都给谁当奴才 但是各位大哥 许我一样东西 就是将来千万把和珅 他们家那宅子赐给我 我有了那套房子 我就知足了 和珅家那房子 就是今天的 公王府 那公王府只不过是和珅 他们家那房子当中的一部分 还有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也是和珅 他们家那房子当中的一部分 你就说和珅当年住多大的宅子 难怪这永林啊 实质大动 后来果然如愿以偿 他亲哥当上了以后 真把和珅的宅子赐给他 再后来就是传到公亲王手中了 而这永林死了以后啊 他的儿子 继续承袭这个庆王的爵位 儿子没了以后 哎 这断了 怎么办呢 这嘉庆皇帝把这遗亲王的儿 这个儿子啊 给过继过来了 过继到庆王府来了 这哥们呢 叫义彩 这义彩呢 确实很光彩 他是在扶桑期间 找小老婆纳妾 所以大家想想 这皇帝一看 你还能成气候吗 滚蛋 把他给踢出去 你甭习这爵位了 你到宗人府去关着去吧 而这个时候 原来这个永林这只的 啊 就是永林的第六个儿子 绵姓 他的机会来了 他虽然不是敌出的 但是这个时候正好有个空档期 他就想 我要是能承袭这爵位 我不就有这大宅子了吗 对吧 所以他干嘛呢 行贿 行贿给军机处的 这几位军机大臣 被发现了 这哥们是谁呢 这哥们是 庆亲王一匡的亲爹 亲爹让人给废了 最后朝廷指定一匡 来承袭 这个庆王的爵位 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王爷了啊 家道已经落 败落了 所以这孙家奈讲这段历史 他说你看他们家 就是三代啊 永字辈的 棉字辈的 义字辈的 这三代 老百姓讲 富不过三代 他们家这三代 要么 要么 偷人 要么 偷钱 人家是 祖 祖传的 啊 你现在要断人家祖传的 绝技 人家不跟你玩命吗 真的玩命啊 经过这么一番这个运作以后 庆亲王的这个宝贝儿子 宰镇 没事了 啊 朝廷下了一道上狱 我给这个宰镇 脱罪 说什么呢 说这个贝子爷累了 他很早就不想干了 所以呢 这一次他提出辞职 朝廷也知道啊 他兼职太多 下来休息休息 就完事了 折腾这么大动静 对人家镇贝子 对人家庆王爷来讲 毫发畏省 啥事没有 继续当人家的政治傀儡 但是反对派这边 这些爱国分子们 惨了 为什么呢 高科技上场了 庆王爷 袁世凯这些人 绝不会放过瞿鸿基 啊 陈春轩 林少年这几个人 先是把弹劾 镇贝子的 赵启林御史 贬值 诬告 反作 你看 爱国的人成了诬告了 卖国的人成了香饱饱了 所以这里边就体现一个什么呢 人治社会 没人了 没有人才了 没有人味了 不说人话了 人治社会没人 那法治社会要是无法的话 那就更可怕 因为你是讲法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可是你要在法律面前分出三六九等 什么人可以逍遥法外 什么人只能就地服法 那你这个所谓的法治社会不也就是荡然无存了吗 至少是挂羊头卖狗肉吧 而政治制衡 现在呢 失衡了 反对派 无能啊 一方面是能力不够 另外一方面是能量不足啊 军队在你手里吗 司法在你手里吗 舆论教育在你手里吗 哎 高科技又出来了 袁世凯派自己的亲信 上海到蔡乃皇 炮制了一张新时代换脸术照片 这个照片 把陈春轩 康有为 梁启超 麦孟华 这四个人捏到一块了 这哥四个照了一张照片 就把这张照片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老太太一看就掉眼泪了 因为他跟陈春轩当年是逃难 结下的交情 老太太庚子西逃 陈春轩 护驾有功 所以一路扶摇 哎 大家现在经常讲的批图 你知道上个世纪初啊 公元1907年 人家就已经开始批图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哪知道眼见也是虚的 甚至是更虚的 根本就是假的 所以你看啊 每个世纪的世纪初 高科技都会应运而生 但是你千万别自作多情 因为这个应运而生的高科技 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 是给那些收拾咱们老百姓的人准备的 伟大领袖不是经常讲一句话吗 不打无准备之仗 人家准备好了 高科技已经摆上台了 所以啊 这大戏就自然要开罗了 整个这场戏啊 在历史上被称之为丁卫正朝 因为公元1907年是丁卫年 阳年 中国有一句话啊 十阳九不全 还有一句话叫红阳节 到了阳年 这热闹就大了 这次 这照片送到老太太那 老太太一看 陈春轩留不得了 回家吧 卖烤地瓜去吧 林少年也留不得了 滚蛋吧 明明是庆亲王和袁世凯 他们操纵舆论 可是他们反过来反咬一口 说这瞿红基 军纪大臣瞿红基 说他操纵舆论 收买报馆 泄露机密 证据当然都是拼凑的啊 然后 封了一百万两银子 送给庆亲王一筐 说王爷 北洋的家底都在这里了 您 想给谁花就给谁花 咱们 就这一把 要不把取老头他们搞下去 咱们自己也就完了 一筐一看这一百万两银子 当时也急了 必须得大干了 当初这一筐要进军机处之前 袁世凯就派人送给一筐十万两银子 这个一筐啊 拿着这十万两银子 说了一句话 说我怎么能用 袁威廷的钱呢 这来人就说了 袁公宝知道您老人家要掌握大权了 知道您老人家有很多开销 先送一笔 啊 餐前甜点啊 或者是开胃小菜 您先享用着 这一筐一看 那我就只好收着了 啊 这回送了一百万两银子 一筐把这钱分成三份 一份送给李莲英 一份送给大公主 就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荣寿公主 也就是公亲王的女儿 这下子内外夹公 老太太最后决定 庆王还得留 但是瞿洪基不能留了 都滚蛋 大家看到了吗 在整个这个 一筐 接替荣禄 1903年 接替荣禄 担任首席军纪大臣 到公元1912年 这十年当中 这一筐他们家 一共收受贿赂 大概是六百万两银子左右 大清朝啊 就被这对父子啊 用六百万两银子的价格 给贱卖了 祖宗三百年 天下一手坏之啊 这是溥仪 给这庆亲王啊 留下的评论 真是啊 三百年的江山 祖宗多不容易啊 可是呢 对不起 给卖了 这个东西啊 说白了 就是气数 咱们老百姓经常听到这句话 气数 而且我个人认为 这个难以琢磨的气数 不仅存在于人质社会 它也存在于法治社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有一天 这法治社会里边的这些关键人物 啊 他们不想守法了 他们不想要这个制度了 或者说 以所谓啊 我们的幸福 作为最高的法律 那么 气数也到了 好了 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说到这里啊 感谢朋友们上来 点赞收看和收听 今天有一期会员节目啊 端午节嘛 那个感兴趣的朋友啊 欢迎加入会员频道 经常有更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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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